我们看约文海这个前前后后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一个约文海就能把苹果拿下 全世界的华人任祖归中 把他归到他名下 然后他用裤裆把你解决了 然后全中国的将军 你知道中纪委的所有的 跟约文海往美到过年 约文海为什么在长安街上 他敢说这话 他有N个底儿住经办 新政住经办竟然两个四合院 河南住经办事处 那个河南饭店里面 他有长期包的房子一整层 六七台那个面包车 就是什么好想你的红枣 河南的土特产 然后什么河南产的 那时候河南的几个挖金矿 那个金饼就有专门呆在那 一句话赶快送去 然后到外国 他老婆教外国人英文 他经常到外国来 以特殊任务为名 到外国来 再请外国人到新政去参观 在南京黄外国人 你知道兄弟姐妹们 中国有多少个约文海 拥有多少个约文海 大家去想想 所以中国对共产党 对世界的危害 哪是你几句话 几个人能想象 咱们普通战友的脑子空间 14亿人的所谓中国人 所谓14亿中国人 10亿 8亿行吗 有多少个约文海 有800万 80万 8万个约文海是什么概念 世界上有8万个苹果吗 对吧 由此兄弟姐妹们看出来 共产党的邪教组织 是吧 它是非常特征的 七哥给大家说过 秘密结社 对抗社会 是吧 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啥叫秘密结社 专门拉拢好人下手 请战友们 一起和七哥 为爆料革命 和14亿 咱们的新中联邦的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的家人 和朋友 全人类80亿人 我们的同类 祈福